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升级技术扎的每月 那規模作组 你 Pathakanga 而双速对三次个气 取四日三次到处 那天没见到更多 Youtube 进了跳个电阳 Survearp 。 Payfaa payfaa ma yàla a xihāshaa hā tiàà. lid我有χros vel oorled pyu hoa ur across aos ang ja nais. Let's go chung paakarn. Payfaa payfaa ma yàrla a xihāhā sa haikià. Onyie da señora ehdha chabbahtani thankien ta taanga소. Haya indeed d screenshots bytau n loro da. Yeo padu ma cheama na asukha.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变无际的一切形成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得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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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就是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练完那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光 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就是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就是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这个皈依之呢 无诸菩萨分为宗义和论义分两个方面 首先这个忠义呢 也宣讲了 借责皈依和随皈依而行词 随皈依而行词 主要将皈依的血处 首先这个借责的皈依 也分三个方面来了解 将皈依的本体 皈依的分量 然后先讲这个各自皈依的这种自信 就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这个什么是皈依的本体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皈依就是为了 遣除一切恐怖而移植皈依处 就这样的一个这种方法 叫做是皈依 不管是大臣的皈依 小臣的皈依 或者是我们事件的皈依呢 全部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我就特别害怕这一点 不能过关 因此我为了避免这样的恐怖 而皈依一个比较可靠的这个对境 就是这是所谓的皈依处 就是所谓的皈依的一生 那么这个皈依呢 分应该分几个方面 就是首先是皈依分为 这个时间的皈依和初时间的皈依 这个初时间的皈依呢 有分为大臣的皈依和小臣的皈依 就是这是从这个大的方面的皈依的这个分类 那么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自见的这种自信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现在所谓的事件的皈依啊 事件的皈依呢 事件的这些人们为了遣除一些这个恐怖 为了就是避免一些这个痛苦 让他自己呢 就是皈依一些事件的这个天生啊 或者是一些苏林啊 或者是一些事件的人们啊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皈依 皈依的方法当然是不同的 当然我们在座的人来讲 就是有些害怕这个轮回的痛苦 有些呢害怕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而这个皈依 大臣佛法和笑臣佛法啊 就是有这样的体罪 所以所谓的这个事件的皈依呢 就是佛陀在这个《生疮经》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就是处于这个事件恐怖的这些人呢 他们大多数的人 就是有些是皈依这个苏林 就是有些是皈依这个苏林 有些呢就是皈依这个善忘啊 就是就是一些这个 比如说别人就是对着我的时候呢 我就躲在一个善里面啊 就是这也是皈依这个善忘 有些呢就是害怕一些这个 这个事件的这种痛苦 而皈依一些寺院啊 苏母啊 还有这个佛塔等等 等等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佛陀告诉我们 就是并不是最殊胜最究竟的皈依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这个皈依 是并不能就是解脱大的痛苦 这是这个佛陀在佛经当中这么讲的 我们下面讲 所谓的这个初世间的皈依呢 也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消沉的皈依 就是消沉的皈依 大家都知道 自己特别害怕这个轮回里面的各种煎熬痛苦 然后呢 从轮回当中就是获得解脱 在有生之量当中皈依三宝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消沉皈依 我们有些人呢 就特别不愿意 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一直住下去啊 就一定要想这个处理 但是这个呢 一定要具足处理性 如果没有处理性的话呢 小乘的阿罗汉的国位也好 或者是独居的国位呢 就是不可能得到的 这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小乘皈依 那么所谓的这个大乘皈依呢 大家也应该请求 就是为了利益偏便无几的一切众生 或者是看到众生是非常可怜的 为了救度这些所有的众生啊 所有的众生 而且呢 自己想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趣的国位 而这个皈依三宝 就是诚心诚意的皈依三宝 那么这个皈依的事件呢 乃至菩提国之间的这个皈依 就这两个呢 有很大的差别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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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就是随皈依而行持 随皈依而行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有关论典当中 所讲的皈依界 就是皈依的学处 这个皈依的学处 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 按照不同大事的话 《涅槃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皈依了佛陀的话 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居士 从此以后 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皈依世间的这些天生啊 或者是一些外道啊 邪士啊 这些都不能皈依的 让我们皈依发以后 从此以后不能故意损害任何众生 就是不能损害任何众生 我们皈依深重以后呢 从此以后不能交往这个外道托 就是外道托 所以呢 这是我们从皈依界的角度来讲呢 应该不能这个 也就是不应做的三条 就是不应做的三条 其他的有些教言书当中呢 也讲了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呢 应该做的三条 就是第一条呢 比如说皈依佛以后呢 一定要就是从此以后 认认真真地修学这个佛法 恭敬佛陀 恭敬佛陀 皈依发以后呢 从此以后呢 就认认真真地行持这个佛陀的所有的妙法 就是包括这个 就是一言一字一上的这些 这个教法和正法呢 就是都要恭敬 皈依深重以后呢 对所有的出家人 对所有的这个圣者都要恭敬 哪怕是深重的一些生意 就是一片这个黄色的生意呢 也要恭敬丁大 就是这是我们已经做的三条 我说的这些标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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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阿底下尊子 按他的教言来讲的话 就是皈依节应该有五条 以前我们在三戒论当中也写过 第一条 就是说皈依三宝以后 遇到生命危险 也不能舍弃三宝 即使你获得了大的奖励 也不能舍弃三宝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们皈依三宝以后 不管是你在生活过程当中 遇到了再重大的事情 你不能舍弃三宝以外 做一些事情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就是讲恒实地供养三宝 那么第四条 尽心尽力地让自己和他人趋入佛门 就想尽一切办法 如果你有了一些能力 方便的时候 让别人好好地趋入佛门 让他皈依 宣讲三宝的功德 这是第四条 第五条 无论是你到哪里去 就一定要皈依佛陀 顶礼佛陀 是阿底侠尊者也讲的五条戒律 在《瑜伽十地论》当中也讲了 大概是八条 也就是说 第一条 我们皈依三宝以后 恒实地要依止上师 第二条 要听闻正法 始终都要听闻正法 第三条 如理作义 什么是如理作义呢 平时你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你的七星动念 随时都是以政治正念来观察 尽量地把自己的心态摆正 用如理 如法的方向进行驱入 第四条 如理的修法 每一个法 首先闻思 闻思以后自己相续当中 认认真正地去修持 这是第四条 第五条 讲的疏忽根门 疏忽根门 我们的五根经常散乱与外境 那么如果以自己的正念来没有奢侈 经常没有保护的话 很容易造恶业的 所以必须守护根门 这是第五条 第六条 应该讲悖悯有情 那么第七个 供养三宝 然后第八条 应该说是受持戒律 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游说有这个 于不一样的 有趣的人 我需要有所愿意 需要涌力 多好感谢 大家 来 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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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一两两年 也不是一辈子 乃至分身世世 一直到菩提国之间 我们要皈依三宝 我现在到乃至佛之前 我要皈依三宝 应该这样想 那么皈依的是什么呢 皈依的就是所谓的 一切功德圆满 端正圆满的如来正等觉佛陀 就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姚师傅等等 在世间当中是已经端正究竟的功德圆满的佛陀 这就是我们皈依的对境 然后又同时要皈依这个正法 就是这里正法 当然我们做前天所讲的一样的 这个教法与这个正法 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法门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八万四千法门 但八万四千法门 按你来讲是以道地和灭地硕射的这种正法 就是道地和灭地硕射的这种正法 同时又要皈依就是大乘僧众 就是按照这个宝心人的观点 具有八种功德 就是三宝的每一个都有这个八种功德 那么具有八种功德的大乘僧众 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狄藏王菩萨等等 就是八大菩萨为主的一些大乘僧众 还有呢 我们这个小乘的 就是比如说大乘众和小乘众 归异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益天边无奇的众生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归异的 并不是我自己害怕轮回的通过而归异的 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大乘的归异跟小乘的归异 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大乘和小乘以发菩提心来分的 那么大乘归异和小乘归异 也是有没有菩提心的道理来分的 只有菩提心的这种归异 就是叫做大乘归异 只有没有菩提心的归异 就是叫小乘归异 特别人 Selçuk 然后 noch有菩提心 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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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皈依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把所谓的佛陀当着自己的道士 因为他已经远离了轮回的痛苦 而获得了涅槃的这种快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这个道士 这是佛陀作为道士而归宜 然后所谓的正法就是作为真道而归宜 什么叫正道呢 比如说我要到到某个地方的话 那我必须要依靠一个道路来进行行动 所以我们要获得佛果的话 我必须要如来所宣说的正法 要自己修持 修持正法 这就是皈依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所谓的皈依的意思就是 就是徒靠你 我给你 就依止你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所谓的皈依的话 我以前没有这样的发过誓言 我现在在佛陀面前发誓言 我从此以后就是你的眷属 这样的誓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皈依的意思 皈依佛的意思应该这样 那么皈依法的意思是什么样呢 所谓的皈依法就指的是 我要乃至深圳世事 修持所谓的佛陀的这种甘露妙法 就是他皈依法 我要修持他的这个法要 是这个意思 然后皈依圣众应该依靠一些 大乘小乘的这种圣众来帮助我 我在乃至佛果之前 我一定要依靠我的金刚什么道友 我的这种同行道友 还有一些大乘小乘的这些圣众们 作为我的医护 这就是所谓的皈依深重 这个颂词里面的内容 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中而言之 就是我们乃至获得佛果之前 要皈依这种三宝 皈依三宝 这样皈依三宝的功德 也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个皈依也分很多的 比如说国皈依 阴皈依等等 有许多的分类 那么所谓的阴皈依 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种道理 把佛陀就是单为道子 神众就是单为自己的伴侣 正法就是作为自己的什么趋往的正道 从这方面来皈依的话 叫做是因皈依 所谓的过皈依 我要获得无上圆满的果位 而精进修持佛法 这样的一种誓言叫过皈依 皈依大乘佛教的这种功德 是相当大的 佛陀在日葬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任何一个人如果皈依佛陀 那么皈依佛陀以后 即使这个人已经犯了戒律 然后心散乱的话 那么也不会堕入恶趣的 一定会获得解脱 在日葬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佛陀在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 比如说《无垢清闻经》当中 也已经讲了 皈依如果有一个形象 所谓的皈依的功德 佛陀如果有这个形象的话 那么整个虚空界也没办法容了 一遍满虚空 已经超过了虚空 而非我们来说 那个压力的东西 还会把这些人对 那把这些人的 都给了一遍满虚空 从中央里面 都给了一遍满虚空 这些人都发生一个 这些人都给了 他在那边 是一遍满虚空 是一遍满虚空 也有些人 是一遍满虚空 因为这些人都在这些人 这些人都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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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就是讲的是忏悔之 忏悔之按照《五诸菩萨参数论三所海》当中 也是分忠义和论义 就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忠义分 说尽罪业之六门和能尽罪业之四种对峙 然后又讲了经法的加行真心 后行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 说尽罪业的六种门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我们所清净的这个罪业实际上是有通过六种透镜 第一个就是有这个世间门 就是世间门的意思 我们这个罪业从无事以来到现在而造的这个罪业 这是从世间上来讲是非常漫长的一种罪业 或者有些罪业的话是战断的世间当中 比如说我昨天造的 我今天造的 我刚才造的 这样的这种恶业 这种世间是比较短暂的一种罪业 这是第一个世间门的罪业 第二个就是因缘门 依靠弹性 诚性 傲慢等等 五度三度的这种因而发出来造出的罪业 那么这个叫做是依靠因而发的这种罪业 还有就是依靠三门 就是依靠身体 依靠语言 依靠自己的心而发出来的罪业 就是叫做是三门的罪业 然后有加性门的罪业 加性门的罪业实际上是自己所造的罪业 就是在你在这个行为上 比如说你杀生的话 用拿着刀子来杀 或者是你让别人杀生 这是从他的行为上 加性上的一种罪业 就是这叫做是加性门的罪业 还有对境方面的罪业 就是第五个是对境方面的 对境方面呢 就是依靠非常严厉的父母 金刚上师的对境而造的罪业也有 依靠非常可怜的 六道轮回的众生而造的罪业也是有 这是对境而造的业 还有第六个是形象 形象指的是自性罪的形象 或者是佛制罪的形象 因为我们这个罪业可以包括在佛制和自性罪两种 中共有这样六种分类 这是我们所要清净的罪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牧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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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冷静的对治理 分四个方面来宣讲 第一个叫做厌患对治理 什么叫做厌患对治理呢 大家都知道 四季以前犯过的这种罪业 发现疑惑 觉得是非常的惭愧 后悔的不得了 就像我们一个人吃了都要疑惑 痛得很厉害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自己特别后悔 我刚才不应该吃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种后悔之心 叫做厌患对治理 那么所谓的所以对治理 也就是说是依靠一种方便方法来 来拜托这样的罪业 比如说依靠医生 或者是药物也可以说 依靠医生 就是摆除自己的刚才 这个佛毒药的这种痛苦 就是同样的依靠菩提心 依靠金刚沙托 依靠一些上师 依靠佛像来进行忏悔 意思就是说我既然病得那么严重的话 我必须要依靠一个医生 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忏悔 叫做是所以对治理 然后第三个叫做是先行对治理 所谓的先行对治理 就是我们要兴致善法 刚才你吃了毒药以后 你现在必须排除毒药 排除毒以后你要服妙药 服妙药才能治这个病 这个实际上真正要兴致善法 你明年金刚大德行住也好 或者是你修菩提心也好 你真正是光依靠不行 还是要实际行动当中去运用 就是这里叫做是先行对治理 那么最后一个叫做恢复对治理 也叫做是反悔对治理 反悔对治理呢 就是自己相续当中已经服了毒药以后 从此以后发愿 就是再也不应用这种毒药 就是再也不应用毒药 所以你造了这样的罪以后呢 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以后不会造这样的罪业 这就是所谓的反悔对治理 那么这四种对治理如果具足的话 不管是什么罪业必定会是得以清净的 佛陀在《弦逐四法经》当中 就是亲自告诉我们的 佛陀当时也告诉弥勒菩萨说 任何一个菩萨如果具足四种法 再能清净一切所积累的这种罪业 那么四种法是那四种法呢 就是宣讲了我们前面所讲的 第一个是延幻对治理 然后一致菩提心 在《四法经》当中的一致菩提心 实际上就是所以对治理 然后先行对治理 反悔对治理 就是讲了四种对治理 这是刚才前面讲的冷静的对治理 然后《经法》的教言方面 就是由前行 正行 后行三个方面来讲的 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 首先前行一定要发菩提心 我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我今天要忏悔 然后他的真行依靠四种对治理 念诵《三十五佛忏悔文》 或者是一关的一些金刚沙托 百字明等等 同时也要观想金刚沙托的威力来 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最后的时候也应该像《皈依经》 或者忏悔对境的金刚沙托法官 然后融入自己的身体 自己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罪业 全部得以清净 最后在自己修法过程当中 所得到的一切善根回向于众生 这实际上是很多噶当派 噶剧派的 一些殊胜上师们的教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说的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说的这一切善根回向于众生 人后安排出力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次的货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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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个宗的来宣说这个忏悔的方式 那么这个宗词当中是这样 这样的 明观忏悔的对境的时候 我们在所有的释放 世间当中注视的未来过去 现在就是这样的 包括阿弥陀佛 实在牧尼佛 等等就是无量无边的佛陀 以及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能复化无量众生的大悲菩提心的一切圣众 就是八大菩萨为主的所有的这些大圣圣众 还有呢 自己的传承上师以及护法神所有的这些圣众全部在自己前面观想 如果你观想的能力好的话 观想的清清楚楚 如果观想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 重的来观想我的前面已经有所有的释放诸佛菩萨 那么所有的释放诸佛菩萨面前呢 我们要忏悔 忏悔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一定要自己的山门 身体 预言 心理全部都要恭敬心 要恭敬心的话呢 你用那个身体呢 就是以恭敬心 无敌 土敌 跪在三宝面前 然后开始和张 整整忏悔的时候呢 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 非常恭敬的这种心态 非常恭敬的这种圣态 非常恭敬的预言来称拜 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说称拜的这个四世是什么呢 从无师以来到现在 因为我们轮回应该称为是无师 如果不承认无师 如果有开端的话 第一个开端就是称了无垠的过失 就是不断大失 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从无师以来的这个轮回当中呢 包括我们这个精神也好 或者是我的这个潜意识 在这个前世的前世 当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 自己已经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 以无名欲耻 或者说是以自己特别放逸 或者说自己的烦恼非常尊重 而造了这个无数的恶意 比如说我们造了一些撒身 做亡语 偷盗等等 就是十种自信罪业照顾 再加上是你入了这个佛门以后呢 就是小乘的别解脱戒啊 大乘的菩萨戒啊 你乘的金刚杀命也戒啊 等等 就犯了就是无数的这种这个罪业 有些我想得起来 有些可能想不起来 不管怎么样呢 自己这个做烦恼的一切罪业呢 我一定要想忏悔 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想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憲腊 好 我也没有道理 好 林先坐 好 好 年纪 好ynnさん 好 我也没有阅吻 好 我也没有伤心 好 我也有个小子 我太が 拍了 好 别人 好 我也没有 好 我也没有 好 我也有好 好 一样 好 我也有这种 我楼好 谢谢你 好 我也没在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呢 自己虽然没有禁止造 但是自己作为当内幕的人 就是开始智慧别人 就是造这个恶业啊 你就是杀生啊 你偷盗啊 你做什么什么 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个罪过是一样的 在《毗奈耶经》当中是有极个别的罪业呢 就是劝别人造的话 不是同等的 不然极个别的一些 做不经心等等 就是极少数的意外劝别人做恶业 实际上是同样的 还有在这里 自己因为无名于耻所浅 然后随喜别人造这样的恶业 实际上这个罪业也是相当大的 你一随喜的话 实际上你自己造的业也是一样的 这个随喜方面 不管你对善法方面的随喜 还是对罪业方面的随喜 都得了一个同等的过报 这一点是佛经当中也有记载的 所以从无事以来到现在 自己造的 让别人造的 随喜的这些罪业肯定多的 我们作为凡夫人 有时候凡夫人的心态是特别不好的 所以肯定有 那么这次通过上师的开导 通过大乘佛教的这种伦理 我就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就心里面非常的后悔 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并不是口头上说这个漂亮话 就是我是诚心诚意 发持内心的忏悔 大家忏悔很重要 皈依很重要 供养很重要 定理很重要 这些每一个道理 对我们在自相细当中 像获得菩提心的人来讲 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今天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应该诚心地忏悔 每天所讲的这种内容 你就再三地再三地思维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修行 你观想诸佛菩萨在你的面前 我无始依赖的 能想得起的 想不起的 凡是有弥天大罪 肯定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罪业 我是个杂罪人 大犯人 我一定要好好地忏悔 从此以后尽心尽力地 改成自己的错误 那一边这样忏悔 一边这样念金刚萨執行之外 这样实际上我们修行也应该是很圆满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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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